2014年2月14日 河南落合一个小村庄的一场普通婚礼 却意外地成为当地不小的新闻 原因竟是新郎官是一位非洲黑人 新娘是一位四川美院毕业的女大学生 新娘父母不但没收到新郎一分钱彩礼 还要自掏腰包举办婚礼酒宴 婚后不久产下一名混血女儿 如今十年过去了 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新娘有没有后悔 本期视频就带大家走进河南姑娘 李扬的跨国爱情故事 1989年李扬出生于河南落合的一个农村家庭 种地养猪是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日子虽不富裕 但维持一家人正常生活不是问题 她的母亲没有一点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硬是把天资平平的李扬培养成了 他们村为数不多女高中生 到了高中李扬文化课不是很理想 发现女儿有绘画的爱好 于是就让女儿走一体生的路子 本就不是多富有的家庭 学习绘画又额外增加了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好在李扬刻苦用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2008年李扬考进了理想大学四川美术学院 家中也为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李扬成为他们村第一位女大学生 成为他们村的骄傲 全村都对她给予厚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李扬刚上大学不久 一场珠瘟竟让她的家赔得血本无归 面对家里两个学生急需花钱的时期 李扬五十多岁的母亲没有伤感的时间 果断的只身一人来到了南方某服装厂 做起了生产流水线上年龄最大的女工 继续挑起了两个孩子上学经济来源的重担 李扬得知家中变故也一夜之间董事长大了 利用放学周末节假日的时间 在学校门口的一家拉面馆做起了兼职 虽然工资不高 但多少可以减轻点母亲的负担 也许是上天注定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就是李扬的这份兼职工作的地方 没想到竟成为一桩跨国姻缘的诞生地 一个周末的中午 李扬像往常一样在拉面馆忙碌着 一位不速之客却让李扬尴尬无比 却由此改写了他今后的人生 他就是李扬未来的黑人老公查尔斯 查尔斯也是第一次来这家面馆吃饭 当李扬把做好的拉面端到查尔斯面前的时候 查尔斯竟像吕布遇见貂蝉似的 像丢了魂魄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李扬 李扬原本对黑人就没什么好感 就这样被眼前这位黑人尴尬地看着 心里很是不悦但出于礼貌 也没有表现出来 把拉面放下后就忙着其他工作了 然而第二天的中午 这位不速之客竟如约而至 李扬像昨天一样把拉面放下 刚想转身离开的时候 然而这位黑人就用他不流利的中文和李扬打起了招呼 并主动地自我介绍起来 开朗大方的李扬也没有打断他的自我介绍 从他不太标准中文表述中得知 这位黑人叫查尔斯是来自乌干达在重庆大学再读的硕士研究生 李扬也改变了之前的印象 对这位黑人留学生多少有点敬佩之感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碗面 在此后的一段时期 查尔斯成了这家面馆的常客 一来二去二人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李扬对查尔斯也由之前的敬佩生了好感 但这仅仅是好感而已 还未生到男女朋友关系 直到一场意外发生 终于让李扬放下了所有戒备 认定查尔斯就是他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一个晚上查尔斯像往常一样来到这家面馆 早就看出二人关系的老板 主动上前把李扬生病的情况告诉了查尔斯 当查尔斯听到李扬生病住院时心急如焚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而此时的李扬正为住院费用和无人照顾范畴的时候 查尔斯的突然出现让他很是感动 他跑前跑后帮李扬办理好住院手续缴完费 开始对李扬抱怨起来 为什么生病了不第一时间告诉他 万一出现闪失怎么办 看着查尔斯为自己着急上火的样子 李扬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奔涌而出 这泪水既有远离家乡父母求学的艰辛 也有对一双坚强可以依靠臂膀的渴望 而此时这双臂膀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由天而降 李扬狠狠地抱住查尔斯的臂膀生怕稍纵即逝 四川美院和重庆大学只隔着一条马路 很快两人恋爱的消息传遍了两所大学 学校老师和同学议论纷纷都不看好这桩跨国恋情 然而李扬却不在意老师同学的眼光 反而在二人日后的相处中 更加坚定了和查尔斯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2012年李扬大学毕业了 为了能和查尔斯在一起 李扬放弃了回老家工作的机会 选择离查尔斯重庆大学不远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并且在附近租了房子和查尔斯开始了同居生活 转眼间查尔斯中国留学生涯结束了 2013年查尔斯获得重庆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因为爱情查尔斯留在了中国 爱情甜蜜 工作却不顺心 种种原因导致查尔斯始终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无奈之下只好在一家培训机构做外教 不久后李扬发现自己怀孕了 于是二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成为法定夫妻 并准备在河南老家举办婚礼 起初李扬的父亲对这位黑人女婿很不看好 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但得知女儿已经领过证并且怀孕了 只好默认了这桩婚事 2014年2月14日 李扬在他河南洛河农村老家举办了婚礼酒宴 不知是因为查尔斯是外国人不懂当地习俗 还是真的穷 竟没有给一分钱的彩礼 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表面热热闹闹 背后却议论纷纷 这么优秀的女孩为何要嫁给一个黑人 黑就黑背还这么穷 一分钱彩礼都没有 到底涂他什么呢 婚后不久 李扬夫妇便回到了重庆继续工作 几个月后 李扬生下了混血女儿艾斯特 李扬的母亲提前一个月来到重庆照顾女儿 为了让女儿安心工作 她一直留在重庆照顾外孙 直到他们离开中国 查尔斯生活上贴心孝顺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家庭和睦其乐融融 但工作上查尔斯很不顺心 于是查尔斯蒙发回国的想法 李扬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辞掉了工作 2016年下 李扬带着女儿跟随丈夫来到了乌干达 到了查尔斯乌干达的家 李扬被震惊了 乌干达并非他之前全是一瓶如洗的印象 这里也有富人区 而且不输国内 恰巧的是 查尔斯的家就在富人区 李扬在这个大家庭 学历也是最低的 查尔斯的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 查尔斯在中国找不到工作 在这里却成了稀缺的高端人才 他权衡之下选择了华为海外公司工作 还请了保姆专门照顾女儿 李扬也进入一家中资公司工作 夫妻二人的工资收入 就算在中国也绝对是高薪白领 工作三年 他们就靠自己的收入加上父母的帮衬 在乌干达的首都买了一套三层别墅 乔迁新居不久 他们又诞生了二女儿 李扬母亲得知消息提前两个月来照顾女儿 两个月后 李扬的父亲和弟弟也来到了乌干达 2020年2月 他们的二女儿出生了 李扬也干脆辞掉了工作 做起了全职太太 在国内难找工作的弟弟 也在查尔斯的介绍下 找到了收入颇丰的一份销售工作 李扬的母亲原本等女儿做完月子 就打算回国的 不巧一场突来的疫情阻碍了她的回家路 现在的她早已适应这里的环境 还学会了英文 教了当地朋友 早已放弃回国养老的想法 准备在乌干达安度晚年 她还在今日头条 开启了个人账号 分享她一家人在乌干达的幸福生活 住着三层大别墅门前停放百万号车 家里还有保姆24小时照料 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生活 换作是你愿意放弃这里 回国生活吗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李扬的弟弟 还没有找到女朋友 李扬也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当地的女孩 遗憾的是 李扬的弟弟始终对黑人女孩提不起兴趣